謝謝主席,我們請一下李部長好嗎? 來,李部長 是,賴委員好 李部長你好 我想這個有關於老年金事實上已經把它制度化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方向 現在大概一年就多六十幾億 加上所有的社會 對,全部來講的話 依據CPI來做調整 加上六十幾億 那這個,今年度你就用這個來處理 那明年度是不是就是邊納入正常預算 因為政府的裁員是統籌調度運用 我們今天依據稅法,依據相關的規定 稅費捐收進來之後 就統籌來安排 所以各部會本於優先順序 他的業務的輕重緩急 所以以後就是各部會邊納入他的年度預算裡面 對對對,就回到整個預算 今年但因為一百零一年 今年沒有,他也是 快的話也可能是從明年才開始 就納入一百零一年度的預算去安排 一百零一年度我們在省沒有這個科目 對,沒有這個科目就變成到時候可能也要經過大院 看如何去安排以及我們行政部 所以還是要做一些調整吧應該 對對對,還是 可是這個調整不是最佳預算 不是,額外 要選決議嗎還是什麼東西 對,做一些安排 譬如說內政部要增加一些 因為他可能有些部分被刪掉 或是哪裡被刪掉去做一些安排 做一些調度 基本上不會額外去加發債 這個安排也是有一點 也是有一點動作要做 不然的話有些科目不能流用 那當然是沒有錯 而且立法院不能做增加預算的決議 所以你這個錢來源可能有 可是你要安排上我怎麼給出去 這個都有一些以前的實務經驗都有 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規定 結果請教一下 我們看到雖然你不太願意回答個案 不過馬上就是 就是我們看到昨天民進黨的候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蘇嘉全 他的容赦要捐 會起個問題 請問你 他這個容赦捐以後能不能抵稅 抵稅但以抵是看 能不能抵稅 抵稅太好 抵所得稅的話 當然是要捐給政府公益慈善團體 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才可以抵 可不可以 因為他想這個內容 我們沒有看到實質的東西 你要不要請教復稅組 許署長 許署長來幫忙一下 我看這個 李部長任在那裡 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這個很重要 那因為他去報宅 他是捐給相公所 可不可以捐給相公所 可以啊 他假如相公所接受的話 他等於贈餘嘛 他接受嘛 接受捐贈 可是 現在人家又有另外一個說法 他這是 農地耶 是農社耶 他農社 如果合法齁 那就按照他說 有合法才來捐嘛 對不對 照理講他捐 捐的人要有農民 身份 他還是要農地啊 他不是全部捐啊 他是捐 捐那個房子吧 應該是包括土地 他只捐房子而已吧 沒有包括土地 那個房子還是全部農地捐 如果連農地捐 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 如果連農地一起捐 我們沒有聽很清楚啦 他是如果農地一起捐 農地加農社 捐給相公所 全部捐給相公所 那是一件事情 如果只捐房子 就另外一件事 因為他一定要農用啊 這裡面農地要農用啊 所以他這個 換句話說 他捐的那個人要 要農民耶 要農民身份才能夠接受他捐耶 不然的話他就不是農地啊 我 我這樣的解釋 我不知道有什麼問題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報告一下啦 基於相關的規定 他捐 基本上他所有 當時的身份 當然要去考慮 問題是他捐那個財產嘛 那捐下來之後 怎麼用又是一回事情 但不管怎麼講 都要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才對 沒有我知道符合相關 就是 相公所能不能接受這個東西啦 他不可以接受這個東西 基本上應該就我的初步感了解 他詳細捐什麼 我不曉得 任何捐給政府 政府都應該說謝謝 都說可以啊 只是接受之後 怎麼用 那要符合法律規定嘛 對不對 今天這個財產 他現在是農地也好 農社也好 所以建了以後還只能做農地嘛 要符合土地的使用分區啊 換句話說 鄉公所他只能用在農業方面嘛 對他就要符合他原來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的相關的規定 他是農地 他一定要農用嘛 對不對 那個鄉公所是政府單位 接受人家捐贈的財產 回去做一定要 那第一個就是說 捐給相關手沒有問題 部長講 OK啊 捐給他 那第二問題就來了嘛 捐的話 你居然是OK的 對不對 而且是真的東西在那裡 也不是虛的 對 那我年終要結稅啦 可不可以抵稅 我要抵稅啦 一定要符合稅法的規定 當然可以抵稅啊 為什麼不能 這捐給政府當然可以抵稅啊 為什麼不可以 我請問你 可不可以 就是說 就是基本上要按照法律的規定 如何來核算他捐贈的價值 相關的程序 要符合規定 對嘛 他就沒有超過所得百分之二十 當然就可以嘛 捐給政府沒有限額 捐給政府百分之百都可以 對對 那就是如果計價的問題嘛 基本上我們一般都是按成本價 或是按照法定的公告地價 公告限制等等去核算 那這個是要根據公告限制 還是根據市價還是根據市價 它這個基本上應該是按取得成本啦 取得成本 取得的成本 就是它原始的建築成本相關的成本 那不管怎麼講 捐贈給政府 它是一定有一套算法 所以我們去裡面 基本上我們都歡迎啦 是 當然捐給政府 我們都歡迎啦 政府也要依法來使用就對了 好 謝謝 這個這樣就清楚了 好第三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 這跟許市長有點關係 許市長你也講 就是大家很關心啦 這個其實不是大家啦 這個少數 我們不是替那些 有雙重國籍的人講話啦 我一定要發言的 不是替他們講話 他們有雙重國籍 他們接受到美國的這些 這些去怎樣查 我覺得我們都沒有意見 可是會不會有侵犯到我們主權的這樣的疑慮啦 那個李部長 我比較擔心是這一點的問題 就是它這個是外國賬戶的稅修遵從法 叫FEDCA 就所謂的肥咖條款 很大咖的肥咖條款 你剛剛提了一些啦 我沒有聽得很清楚齁 請問你 你剛剛講說 口口聲的金管會金管會 可是 現在不是金管會的問題啊 現在是法在那裡啊 跟金管會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 這個銀行法 我記得沒錯48條 寫那麼清楚 這對顧客的資料 要保密嘛 對不對 除非有什麼樣 當然另外一個法來offright可以 可是我們的法基本上在這裡 它怎麼可以提供呢 銀行的細目 這個就分兩個層 分兩個層面啦 跟委員報告一下 銀行法的規模 大家很清楚 對個資對銀行資料的保密 這個是銀行有這個責任跟義務嘛 那這個部分是金管會管 第一點齁 第二點就剛剛你提到 牽涉所得的問題了 但是依據我們中華民國的所得法來何客啊 除非國與國之間有Double Tax Agreement 在共同平等 我們現在跟美國有沒有 目前還沒有 我們目前沒有 所以我們的銀行根本不需要去理他 所以這個就回到金管會相關的規範去了 這個不是金管會 我再跟你稍微 我不好意思用糾正啦 不能金管會 這是中華民國法律耶 立法院通過了法律 銀行法 這裡面怎麼是聽金管會的呢 法律這麼清楚呢 沒有錯 我剛剛也講了沒有錯 就是說銀行一定要依據銀行法的規定去做 依據銀行法的規定 這是我們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它當然要遵守啊 對客戶的資料 要 如果今天來一個 喔 美國這樣才 他馬上 喔 馬上就資料給他 好 另外下一個日本說我也要 那應該是可以的 那一樣啊 這裡面 我們也是有很多有日本國籍的啊 有台灣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啊 那日本要你要不要給 當然 怎麼可以給呢 我們的法律定得這麼清楚 不能給嘛 是沒有錯 答案這麼清楚不能給嘛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既然不能給的話 那怎麼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呢 說如果你不給 它可以課百分之三十對不對 處理部啊 課百分之三十 好 現在業者就問了 問財政部啊 如果 他因為 遵守我們的法律 不給 然後美國把它課百分之三十 這三十能不能抵稅 你們居然有財政部的天才官員啊 說可以抵稅 沒有 沒有這樣講 財政部的官員講話 財政部都可以抵稅啊 所以可以抵稅啊 財政部都可以抵稅啊 你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員 財政部某官員啊 表示啊 記者去問他 他說可以抵稅 說 那個銀行啊 銀行就 因為不給美國政府 所以 美國政府 要把它課百分之三十 他說百分之三十 我就來跟財政部說 欸 我被美國課了百分之三十 我可以抵稅 你們說OK 可以欸 這樣啊 是怎麼說的呢 這個當然 國與國之間 租稅的互抵也要好 他基本上一定相關的機制嘛 所以為什麼要去簽 Double Tax Agreement 就避免逃漏稅 避免重複課稅 保障國人的權益 也保障我們激政權的行使嘛 所以基本的原則是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扣 可不可以抵 他一定有相關的規定 在做規範的 李部長我那一段給你聽喔 是是 注意了解 日前啊 就幾天前啊 在一場活動上 某軍控總經理 當場向行政院長 吳敦麗反應此次 隨行的 隨行的財政部官員 我以為是你耶 聽起來好像不是你 隨行的財政部官員表示 應該可以扣抵 就是說 銀行不配合美國 然後美國恰取百分之三十 然後銀行說這樣我損失了 我百分之三十 來為什麼 因為銀行就兩面 他就可以兩面討好了 一方面 我遵守台灣的法律 我不給 不給之後 美國給你處罰百分之三十 把你恰取 好百分之三十 我被他處罰了 這個拿來跟財政部說能不能抵稅 所以 隨行的財政部官員說 可以啊 應該可以扣抵 這樣 所以 對他來講 這個就是我所講的 對不對 原來可以扣抵是相關 沒有這種特殊的規範之下 屬於不平等的意思 不是這樣的 部長 他給他聽 這個新聞都講 美國課稅 美國要跟我們課稅的問題嘛 所以 我覺得 部長這個要很清楚的 對 不是說推給 推給 推給這個 這個金管會喔 你不能推給 不是 今天 這是財政部 他要課我們國內 在我們國內 課我們的稅 那個稅 只是說 他有雙重國籍 他在這裡 五萬塊美金以上的account 這個account 所有東西 他就要課你這個稅 這是 我認為 在沒有簽 沒有簽 所謂的double tax agreement之前 這是嚴重的侵犯我們主權 怎麼可以課我們的稅呢 對不對 這個跟金管會 你有關係 跟你有關 你裏部長要很清楚講說 我們 在這裡不能夠課我們的稅 我剛才講的只是提供 提供訊的問題 稅當然是要另外處理 對不對 他另外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法律 目前定的是很清楚的 是不能夠課我們的稅的 當然他說 只要報 可是報了他就課稅 對 以前可以抵他沒有這個條件 沒有這個狀況 因為 我們的法律 現在定的很清楚 是不可以的 那這個美國要課可以 美國就要跟你好好談 談這個東西 我們談這個東西 來定一個雙重 重複課稅 避免 重複課稅或者是一個 租稅合作協議 把這個簽好 就叫他來找李肅德 不是直接找銀郎 美國好像把他們當什麼樣 好 謝謝 對不對 來找你 希德要找你 謝謝謝謝 來繼續我們來請盧秀燕 繼續